约伯纪第二十五章 书亚人彼勒达回答说 神有智力之权,威严可畏 他在高天之处施行和平 他的天君怎能数算 他的光一发,谁不被照耀呢? 这样在神面前,人怎能称为义呢? 妇人所生的,怎能算为洁净呢? 在神的眼中,月亮都不明亮 星星也不皎洁 更何况如虫的人,想驱的是人呢?